这个地方是甘肃省的明晴县 明晴县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之间 整个县城的东边、西边还有北边三面全是沙漠 整个县域沙漠化达到了94% 只有县城的周边是绿洲 被沙漠包围的县 明晴县隶属于五威市管辖 这边地处河西走廊的东北部 整个县人口有17万 它的西边是金昌市 东北与西北面是内蒙古的左右两级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明晴县城的人民公园 简单逛一下县城 刚才一路从五威市过来 两边基本上都是沙漠 但是公路的两边种植了好多树木 虽然这边属于沙漠基带 但是这边出产的蜜瓜特别好 不能成为第二个萝卜坡 这边经过几十年的沙漠治理 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如果你一路从五威过来 感觉两边树木都挺茂密的 沙漠里面主要种植的是梭梭树 县城的周边治理的不错 这个巴丹吉林沙漠 是我国第二大的流动沙漠 它对周边区域的行驶性非常的强 人民公园 我也不知道哪里热闹 简单逛一下 中午的两点 先吃个午餐 扎锅 米线 吃个牛肉面过马路 这条路是全山路 这边找个饭馆 我刚才去找了一些那个沙漠公园 我以为那个沙漠公园就是沙漠 结果去了以后只是个公园 甘粟的牛肉面 甘粟的牛肉面 白萝卜 红花 里面又有香菜 倒点醋 面是8块 鸡蛋是1块5 总共花了9块5 把鸡蛋泡了 我发现网络上的人都很奇怪 我上次在火车上买了两个鸡蛋 然后在边上磕了一下 他就骂我没处置 还有人说你 火车上提不乖没处置 我上次好像在千万岁吃这个牛肉面 我在里面倒了点醋 我说过两句 我们甘肃在那吃牛肉面 醋都放的比较多 你倒一点 找个啥意思 这个都要勿议两遍 闲人太多 吃了一碗饭 两点多了 我现在打算还是回到五威 明天去别的地方 连本来边这边 想去沙漠那边看一看 结果也没有到沙漠的车 完了 昨天下午在那个乌烧岭 风太大了 感觉有点发烧了 感觉 一点力气都没了 先坐车 去五威先休息一下吧 这三个人在那边看一看 五威票价二十 刚刚好 两点四十的车 我是两点三十九度买的票 好 我已经下车了 坐了两个小时 前面就是五威客用站 那边是万达广场 是不是五威市的郊区 五威市地处河西走廊的东端 在西汉的时候祸区病 击败了匈奴 把这个地方纳入了西汉的版图 再往下走是张义 整个城区人口一百四十多万 今天感觉整个人都不舒服 特别恶心 还有就是背这个包有点重 每天早上起来腰特别痛 坐是五威火车站 现在挺漂亮 河西走廊 五威这边的美食也挺多的 像早餐的三套车 这个三套车指的是 行面 腊肉 还有福茶组成的 还有凉面 面皮子 这边还有酿皮 这个牛的酿皮 就和咱们那边的脚炭一样厚 但是吃起来要比脚炭硬的多 北马主要是以面食为主 可能南方的朋友不理解 为什么你们不吃米饭 因为西北主要它是产小麦的 这条路是迎宾路 简单转一下 找个地方住下吧 我感觉饿吐了 灶子面 他们这边的灶子面和咱们那边不一样 行面也是一种拉桥子 凉面 三套车 牛肉面片 牛肉砂锅 最便宜的是59块钱 公共卫生间 这个便宜52块钱 着实定一点 这个吧 凉面 肘子 行面 稻子 面 炒辣条 砂锅面片还没吃过 多少有点偏僻 还没到 52块钱的小单价 刚才网上订的 还有空调呀 52块钱 能管上 20块钱的押金 一个沙发茶几 哎呀 这个 这一个过去的商务宾馆 现在可竟是没有那么高级了 这都是很久切的装修风格了 还行吧 52块钱 上厕所在外面上 我一摆增都已经很破旧了 行了 我出门在外还是可以忍耐的 这个包我得想一个办法了 这个包我真的背不动了 说实话 太重了 真的太重了 不能这么整 这样的话 把腰感觉就伤着了 这样一天起来就是腰痛 你背一两天还可以 如果背 三天往上感觉人就有点受不了了 这个包 想点办法呀 博士背的东西有点多 昨天晚上住的那家 心不是很高 但是蚊子很多 我半夜一点都起来 开始就是大蚊子 各种蚊子 四点都才睡着 六点多就醒了 七点多起来 房间肯定是在那个山顶上 吹大风下大雨 人家今天真的很不舒服 感觉红身帽 帽帽虚汗 站在外面特别烦躁 好了各位 今天也没干啥 今天拍一个视频得了 我要休息了 从那个明晴 坐大巴车到了五威了 找了一个五十万火箭的病馆 咱们下一个视频前 我得睡一口了 拜拜 各位 空调打开